天庭,灵霄宝殿 玉帝坐在宝座上,注视着殿内的文臣武将 以及刚赶回来的天河水军副统领便庄 每一脚带着少许笑意 长登爱亲还真是 无时无刻不再为天庭考量啊 虽然玉帝知道 自己此时最满意的这个仙神 只是纯粹考虑事情比较周全 各方面都会考量 此时,天河水军奉礼长寿之命 正借天河行军 赶去北天门准备下一波从天而降 便庄带两名天将压着那敖氏 前来灵霄殿中复命 按水神大人的叮嘱 便庄此时正低头禀告 有关敖氏作乱之事 而便庄也算有良心 禀告时,三句不理水神 西海龙宫太子敖氏金已被水神擒拿 龙宫叛军被水神逼退 西海龙王被水神解毒至于伤势后 已赶去西海海眼镇守 因敖氏也有神位在身 西海龙王将敖氏交由陛下处置 一番禀告之后 玉帝缓缓点头 问道,西海龙宫此时状况如何 便庄叹了口气 道,没了 没了 末将亲眼所见 西海龙宫只剩十之一二 海底出现一口大坑 坑中龙石遍布 便庄侯杰颤了下 笛声道 根据西海龙族一长老所说 西海龙宫之生灵 绝大多数都被人控制了心神 末将所见 西海龙王身周 只于寥寥数百轻信 从当场轻信来看 水神与那些龙族叛军 必是有过一场绝世大战 一力护下了西海龙王与龙母 玉帝不由皱眉 嗓音也有些着急 水神可无恙 陛下放心 便庄盲道 水神一跑都没有半点褶皱 白玉帝这才略微松了口气 玄机笑道 也是无多虑了 长庚爱亲人叫出声 如何会被这般萧小所伤 便庄爱亲 长庚爱亲 现在何处 便庄道 水神让末将与天河水军 赶去北天门 随时侧应北海龙宫 水神此时具体在何处 末将也不太明了 应也是去北海 玉帝缓缓点头 目录思索 高台下的东木宫 扶须轻盈 走出几步 行礼道 陛下 如今南海 东海 都一起了战事 水神一律斡旋 怕也分身伐术 陛下虽已命水神 照应四海 但此时四海吃紧 天庭也不可不管 木工所言有理 玉帝沉吟几声 下令道 木工这便点起 十万兵马 去东海 相助东海龙宫 载着一员大将 带十万兵马 去南海龙宫持援 东木工立刻领命 风风火火赶去通明殿调兵 这次 天庭的动作并不算慢 很快就有十万兵马 汇聚于南天门与东天门 像这般好些 大事 自然少不了某一身正气 心胸豁达的华日天元帅 南海方向的十万天兵 便是由华日天与两位 不配拥有姓名的天将统帅 考虑到其他天将实力不足 此时南海各处 龙族大军与海族叛军打得火热 华日天只能亲自动身 潜藏身形 敢去南海龙宫与龙族碰头 有理有据 无法反驳 玉帝这化身 本是想去找自己长庚爱卿会合 但他到了南海龙宫 以天庭元帅的身份 见到了南海龙王 却根本不见长庚爱卿的身影 问询龙王 龙王也是说 水神并未来过 华日天心底一探 知道自己选错了方向 自家长庚爱卿 应是去了北海或者东海 正遗憾不能与长庚爱卿并肩卫战 华日天心底一动 突然感应到了水神神力之所在 似乎就在方圆万里内 这也算天地的一点小权能 当下 华日天与南海龙王约好出兵信号 便匆匆离开南海龙宫 想去与李长寿会合 但让华日天万万没想到的是 他竟意外掌握了自家大臣 滑水摸鱼 办公期间勾搭仙子的第一手资料 且说华日天刚出龙宫 先时朝自己感应到的高空探查 却发现空无一物 又仔细搜索一阵 依然是毫无所获 这不由激起了华日天的少许好胜之心 于是 灵霄宝殿中的本体闭上双目 直接调动天道之力 加持于化身之上 华日天双目绽放金光 顿时看透了那片空荡荡的空域 看到了那白发苍苍的老者 以及被鲜光白雾笼罩的倩影 长庚爱卿 这似乎是在谈情说爱 嗯 不对 好你个李长庚 在吴面前都是用化身 本体竟只是在这般情形下才现宗 玉帝化身心底笑骂两声 又犯起了新的疑惑 这仙子又是哪位 他这化身 有天道之力加持 竟全然无法看透 怕惊动这女仙 华日天并未多看 故意放出气息 大摇大摆 朝着南天门飞去 他毕竟是玉帝陛下 总不能飞上去 主动跟自家大臣打招呼 再说 若是直接撞破 也有些不美 如此可以给臣子心里准备 天地的小细节 长庚爱卿做事沉稳 应当不会如此大意 发现不了无这化身 然而 直到华日天 远远看到天庭大军 呸 说什么 全心为天庭 都是幌子 不过 这般的长庚爱情 倒是更让无安心一些 华日天眯眼笑着 现与天兵天将会合 他略微思索 便带着十万大军 浩浩荡荡地 赶去了李长寿所在之地 嗯 他们只是在支援龙族的路上 拐了个弯 凑 巧 路过 南海龙宫西北方 一朵白云上 李长寿 维持着海神的面容 背着手走在云上 与一旁云霄仙子 详细解释着 西方 龙宫 与自己的恩怨因果 自然 李长寿 隐藏起了大部分算计的内容 略微增加了一些戏剧性 他将南海海神教的发展 龙族对天庭态度逐渐变化 西方教不断压迫 这几条线合并起来讲述 又能说的条理清晰 丝毫不乱 云霄在旁听的入神 不时也会问几句 且每次开口 也都能问到点子上 这让李长寿颇有 他竟懂我这般知己之感 想桃子 想桃子 其实这并非云霄懂他 只是云霄能一眼看到 各处的矛盾点 与节症之所在 而李长寿此时 也略微体会到了 为何结交各位大佬 对云霄仙子 都存了或多或少的敬畏 他每次问的问题 当真太难回答 就如他所问的 道友又如何断定 自己推断之事 必然会发生呢 天道有变数 大道常证明 推算有时也会被人蒙蔽 这些其实都是 做不得准的 圣人老爷既有 蒙蔽天机之能 那圣人老爷 或许也有 再造天机之力 你修为原本 连金仙境都无 若算错一步 岂非拿性命去赌 李长寿沉吟几声 颇为认真的回答着 我并不擅长推算与占卜 仙子也知 我修行岁月不长 道径也并未达到那般高深 推算时也触碰不到太多天机 云霄祈祷 那你如何做到的这般 想 李长寿指了指自己的心脏 在洪荒中入香随俗 自不能指脑袋刮了 想 云霄眨眨眼 可否对我详细说些 自然 李长寿孝道 首先 我所做出的推断 都是此事的大方向如何发展 尽量去省略微小变数 不然心神肯定是不太够用 我习惯用的方式 是将每个可能出现的情形列出来 再将这些情形下会出现的重要事件 做成简单的选项 这样就如一条线上 串起了一个个方格 又裂开了几条不同的分支 你心里能想到这般情形吗 李长寿双手比划着 云霄在旁轻轻汗手 他继续道 当列出所有的可能和发展方向 就可根据可能性的不同 提前做出 针对每种情形 不同程度的应对 而当此事一步步发生 一条线上的方格 不断被点亮 那后面大概的发展脉络 也就可知晓了 竟是这般 云霄轻盈几声 随后谋中满是赞叹 道 若说谋话之权 当应如此 只不过 这般或许太耗费心神 李长寿笑道 关于龙族之事 我想了七年有余 云霄轻轻皱眉 轻声问 不会感觉心神疲累吗 有些 但比起回报 这点累倒也不算什么 李长寿含笑答着 那 倒有最长的一次想 持续了多久 李长寿叹道 十七年 这十七年一出口 李长寿心底 刚安静了一阵的画牢灵念 又开始不断滴滴 塔爷笑骂道 你这家伙 不愧是老爷看上的小家伙 算计一件事 能连续想十七年 嘿 还是你嘿 那乾坤池接道 尼亚古 无特农刚 各额小宁服得了啊 李长寿淡定的一笑 就当这是单纯的赞扬 云霄柔声道 那我可否问 是为了何事 要想这般久 道门 李长寿笑道 不过首要出发点 也是因我在道门之中 总不能也让你这般问我 我可否也问你几个问题 哼 云霄轻笑 问便是了 你能对我开诚不公 我如何 不能对你推心致富 李长寿双手一摊 还好不是肝胆相照 云霄不由笑意更浓 李长寿心底思量了一阵 问道 常听人说 欲强则强 欲弱则弱 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云霄仙子不由轻称 你怎的 还真靠起我了 便是称怪 竟也是如此温柔 他慎重思量后 答道 若我来说 这大半是好事 错了 这无论从哪个方面考虑 都是坏事 李长寿正色道 首先便是自身之强弱不稳 变数太多 其次要依靠敌手之强弱 来决定自身之强弱 便是被人牵着鼻子走 算计之事 最重要的便是有自己的节奏 不能被敌手所影响 当然 这也只是我的一点浅见 云霄仙子仔细思索 缓缓点头 笑道 云霄在这里受教了 李长寿轻轻嗓子 又问 若仙子你与旁人比拼谋略 你考虑较深 到了第五层 而旁人只是到了第三层 此局可是稳赢 云霄下意识抬手理了下耳旁 一缕青丝 道 并非稳赢 有时过多谋算 反而被对方歪打正招的破掉 善 李长寿默默点了个赞 云霄笑语反问 那水神大人 你可有解决这般情形之法 很简单 去站在每一层 云霄顿时陷入思索 细细品味 正此时 李长寿眉头一挑 看到了天空中飘来的那朵白云 以及其上天兵阵列 天庭兵马 不在南天门待着 为何跑这里来了 这不是把伏兵完成了名牌 随之 李长寿看到了站在天兵之前的日天元帅 那没事了 李长寿道 仙子可要随我一同过去 嗯 云霄仙子柔声道 你不怕我为你惹来麻烦便好 我却是无碍的 李长寿洒然而笑 驾云带云霄仙子迎向天庭兵马 离着这十万大军烧尽 云霄轻易一生 功德今生 天道加持 那里莫非是御帝师叔的化身 李长寿 感情 道门大佬都能掩认出来 玉帝这化身 是有多失败 虽然依旧另受眼红 云霄亭在云外 并未跟着继续向前 显然不想与天地照面 不然行礼 不行礼 都是不妥 李长寿向前 与华日天互相见礼 华日天对他一阵挑眉 水神 那位仙子是谁 华日天笑道 怎么不跟咱们介绍介绍 李长寿正色道 那是我好友 结叫外门大弟子 云霄仙子 华日天眼前一亮 又顺势上前勾肩搭背 对着李长寿泪下轻轻打了一拳 低声道一句 可以啊 水神 但 定 华日天感觉自己像是打在了乾坤壁垒之上 一缕反振之力顺着拳风倒卷而回 玄黄塔 华日天看看李长寿 又看看远处被云雾包裹 此刻依然无法看清的那道倩影 身为堂堂天地 此刻静 恰宁蒙 李长寿淡定传声 云霄仙子早已认出陛下 华日天瞬间收回胳膊 挺胸抬头 身上战甲散发出淡淡光亮 让自己看起来多一些威风 多一点威严 可 嗯 水神 南海何处战时吃紧 咱们赶去支援 也好让更多生灵 免遭涂炭 华元帅莫及 李长寿正色道 此时各处局势 龙宫尚且应对过来 咱们既然来了 不如就去海眼附近镇守 那才是龙族的死穴 善 华日天点点头 随后两人对视一眼 目中都露出几分疑问 海眼 怎么去 龙族将四海海眼都藏了起来 盗族又用大法力 遮掩了九屋泉的天机 提防被人寻到九屋泉 霍乱天地 此刻 怕是没有南海龙宫指引 或是圣人老爷推算 也寻不到 呼听云霄仙子传声入耳 道有 东南方向九万里外有些异壮 乾坤在动荡 似有大批生灵魔移 李长寿到新清镇 立刻对华日天 低声商议了两句 而后李长寿与云霄先行一步 赶去乾坤动荡之处 华日天带天兵 从后赶来 路上 云霄趁机又问 若此地是西方的阳宫 又当如何 此时尚无法断定 到底是否为阳宫 对方进攻的方向 有可能是四海任意海眼 毕竟他们想要做的 就是逼龙族交出宝库 李长寿正色道 但 仙子 站在了每一层这般话 我不只是随意说说的 虽此时把握不算太高 却也做好了应对的准备 那 具体把握如何 九乘四五 李长寿想了想 为了言语准确性 又加了声 大概 检查